早前有分析指 印议审民可能会成为新骨毛补审的造王者 然而在一个以印议审民为主的投票中心 今天大半天过去了都不见投票人潮 尤其是年轻审民的投票率并不理想 另外在部分投票中心还出现 媒体不获准进入投票中心采访的风波 选举委员会副主席阿兹米沙龙之后缓甲说 事件陈属沟通失误 新骨毛出席花落谁家投票率是其中关键 然而相较其他投票中心 从今早8点开始就出现投票人潮 位于吉林玄丘大小的这个投票中心就显得相当冷清 根据自由监政大马报道 记者从早上10点到11点观察所见 投票中心几乎不见选民神隐空空如也 新海峡时报报道也指 截至下午2点 也就是距离投票结束只剩下4个小时 投票率只达到44% 据了解这个投票中心的合格选民有1235人 主要为建议选民 而截至这个时间点的投票人数却只有大约500人 这个投票中心的负责人说访时告诉记者 第三局道也就是年轻选民的投票率最低 预计他们在外地工作或者要到下午时间才会现身投票 今天的投票情况还出现了插曲 部分投票中心不准媒体入内采访 掀起小风波 其中包括位于静明华小的这个投票中心 尽管媒体持有选委会发出的媒体证 却依然不获准进入学校范围 直到几次和投票中心的负责人下谈 最终才得以进入采访 雷同的情况也发生在 位于福隆港华小的投票中心 选委会副主席阿兹米沙龙随后缓家说 一切纯属不会 阿兹米沙龙也告诉媒体 这场补选的成绩 决计最快会在今晚九点出炉 阿兹米沙龙随后缓家说